明快的新闻多无趣 我们的报法不一样 别人是报忧不报喜 我们是报喜不报忧 冯刚 王林 大家好 现在为您报告新闻 台北市交通局决定在民生社区的巷道间 划设两千多个计时收费停车位 这种住宅区停车也收费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是的 民众首先赞扬交通局这项明智的抉择 因为停车三小时的投币限制 将可以使住宅区缺乏运动的民众 多了好几次跑步投币的机会 增进国民健康 唯一不方便的大概就是打卫生麻将的家庭主妇们了 因为以后得分段打牌 每八圈就得暂停一下 一起出去投币 那万一是北风北莲庄 是该胡呢 还是不胡呢 胡吧 不胡吧 不胡吗 胡吧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了 据交通局人员快乐地表示 在住宅区化设停车位 主要是要遏制小客车的成长速度 因为住宅区内的车子呢 大部分是全天候停放的 一旦收费后 每一户每个月的停车费一定在万元以上 保证没有人敢买车了 像这种得正呢 也真的只有我们的有关单位想得出来 让我们代表各社区的民众呢 向他们致敬 李宾 李宾 是的 恭喜城来举国欢腾 不是不是不是 是疏解了交通部的财务问题 一样恭喜交通部 贺喜交通部 交通部真是 生财有道 道路的道路 是的 由于第二高架公路 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动工了 因此呢 我们特别访问到一位速度专家 请她谈谈她的建议 小姐请坐吧 人家叫我坐 我一向不坐 不坐 王林 你刚刚说你请来什么专家 什么专家 当然是飙车专家了 我可是高速公路上面有名的飙车皇后 小姐那既然你经常在高速公路行走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您认为高速公路还有什么 值得改进的方面没有 啊哈 这你就问对人了 这首先呢 是收费站之间的距离太短 你知道吧 这要改 还有我游遍了全世界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短的距离啊 还有啊 你知道我从基隆上高速公路啊 我的挡都还没换完 我仍旧已经到戏纸收费站 这像话吗 我从前从台北飙到高雄 只要五百块钱 现在涨到八百块钱 扮明了恋财嘛 所以我现在决定不到高速公路上去玩了 那你要去哪里 那你要去哪里玩 这桃园国际机场的飞机跑道 你干嘛骂我 不是讲你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 报喜不报忧 冯刚 亡灵 最后让我们欢呼 大家幸福 社会安康 要求你 我们一起来 词 要你 我们 每个人都都爱 国际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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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